为了练习手臂的张力 他们集体站在木桩上 双手用麻绳套牢 接着 三二一 鼓足劲踢掉木桩 挂在猎人下几个小时 很快就有人坚持不住了 其他异技也纷纷掉下来 只有这个叫真硬的女孩 挺到了最后 但她好像也快不行了 既然手上挂不住 那就倒过来继续啊 练腿部的力量 手上的动作也不能落下 新手大人就在边上盯着 动作做的稍微不好 就会吃上一口腾条炒肉 除此之外 他们每天早上五点 还会在水里练鼻气 来调整在跳舞时候的呼吸 航手大人这次 还加大了难度 让大家在水里呆过一小时 谁能坚持到最后 谁就是这个 显然这个非真硬莫属 其他姐妹都憋不住上来了 只有她像个没事人一样 还在水里呆着 练习平衡的时候也是 一技们站在脊柱中间 两手拎着石头 练手臂的力量 在全身用力的同时 还要保持自己最美的表情 真硬是最出色的那个 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一技 跳舞 这也是单方面的 走路姿态才是他们的必修客 头顶着轻飘飘的枕头 双手提着裙边 为了不让枕头掉落 走路时就必须稳重 优雅倒让人一眼觉得 这女人好有气质 走路都要带着香气 做就更不用说了 动作稍微快了点就要重来 结果一转身 一技怎么可以没教养 离开时要慢慢的后退 来的时候脚部也要放缓 坐下呢 裙摆就要让他开出花来 腰背伸直 轻轻的竖起右腿 接着再把手自然的放在膝盖上 嗯 这样的感觉终于对了 接下来就是给客人倒酒 大人们把石头放在手背上 让一技们牢记现在的重量 大家学得这么认真 真一切在后面打起了瞌睡 被大人点名上来表演 指尖的提着裙边 慢慢走来 坐姿这一方面 倒是没什么问题 可在练习倒酒的时候 他一个重心不稳 石头就直接掉了下来 听到这话 真一直接放下酒瓶不干了 他来这里 不是为了学 怎么奉承那些官人 他是来学 怎样成为名